嘉宾朋友,各位艺术家老师,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在这个充满热情与阳光的七月 欢迎各位嘉宾出席蔡葵先生油画展的开幕庆典 我代表主办方加拿大油画学会 协办方加拿大美术家协会 加拿大天兰国际 以及承办方枫叶之国艺术馆 诚挚地欢迎大家的到来 我作为加拿大油画学会的秘书长 受学会委托非常荣幸能够主持本次画展的开幕仪式 加拿大油画学会是顶尖华人艺术家的专业团体 我们一直致力于为加拿大华人艺术家提供专业交流和发展的平台 为中加文化艺术发展搭建坚实的桥梁 蔡葵先生作为加拿大油画学会主席 一路带领艺术家们发展和创新 艺术创作上也一直以勤勉的方式以身作则 倡导真实本真的还原艺术生命力的创作思想 本次展览就是蔡葵老师在艺术交流上的又一次领航 在此我仅代表油画学会的各位艺术家 向蔡葵老师表示衷心的祝贺 祝蔡葵先生画展圆满成功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兰国际文化创意总监 姜平先生致辞 姜平先生是本次展览策划团队的重要成员 参与了主题定位和宣传的大量工作 感谢并有请姜平先生 那蔡葵先生呢 从事的艺术创作四十多载 一路走来从未停止在艺术领域的这种探索 从东方又走到西方来到我们的加拿大 他的作品中逐渐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那从这个角度出发呢 从他时间跟物理空间上 我们就提取了这个行远这两个词 这个从物理跟时间的空间上 用行远这个词去表现 去尝试蔡葵先生的艺术之路 元朝有个诗人叫元昊问 他一首诗 一语天然万古兴 豪华落尽见真纯 那蔡葵先生这首 我们提取这首诗里的真纯两个字 其中的纯字 作为我们的核心语言 他悬试了蔡葵先生行高万远 从小我到无我 到回归生命着曝本质的这种 本源的艺术的精神气质 那么今天来这里现场的观展的 有很多艺术界同行 也有一些艺术爱好者 那作为普通的这种观展者 我觉得用一种无知跟直觉 去读作品 去读懂这种作品里 最本质最纯朴的东西 也就是蔡葵先生 他隐含在作品里头 那种本真的 对生命的那种领悟 那真正的艺术家 他一定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 他通过他的艺术作品 要去感染和引导大众 给迷茫中以力量 给黑暗中以光明 艺术家应该成为 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 艺术作品应该成为 人类发展进程中 一个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才是行愿之敬艺术家们 最高的境界 也是艺术家们 创作生命力 永不孤协的一种 源源的动力 那今天作为我们的 天然国际的文创团队 我们希望今后 能参与更多的艺术活动 更好地为艺术和观众服务 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